在变三决战后 人类利用威震天的残驱制作了一个受自己控制的人造金刀 也就是金破天 他的造型相比威震天更显得威武霸气 不过唯一的区别就是他并没有活种 因此金破天打起架来更加凶猛不畏 他的战力与骑士柱基本吃品 要不是禁闭这个老六横插一锦 恐怕鹿死水手还真不一定 由于其身躯采用特殊的万能金属打造 金破天能将整个身体化身为粒子形态 从而规避任何伤害 而这一番神奇的操作也将大黄蜂彻底派生 他的变形再具为擎天柱一比一复刻 在影片中威震天谨剩的意识残存于头颅之中 后来在赛博塔人子的帮助之下 老魏的意识也成功转移到金破天身上 这才真正的做到幻克重生 随后金破天统预人造金刚大军向汽车人发动走光 在探长等人的坚守之下 擎天柱最终降服了恐龙金刚赶往战场 两大超级领袖强强联合 人造金刚也兵败如山倒 而金破天更是吓得仓皇逃窜 至于他为什么不敢与擎天柱决意死战 一方面是因为自己这副躯体实在太不错 打起架来很容易就被破 其次就是人造金刚大军固然数量庞大 可在汽车人与恐龙金刚面前却远远不够看 真要打起来就是爸爸的 因此在禁闭死后 金破天也独自来到赛博塔 找到造物主昆塔莎 并为他重新改造升级成骑士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